在美国有一种受众非常广泛的说法 说是中国抢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机会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说起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普遍都认为是廉价的劳动力 廉价的土地资源 在这些表象下 又隐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呢 中国制造工厂 真的在向东盟国家转移吗 今天猫眼就跟着一起来聊聊这些话题 欢迎关注猫眼的频道 前来的话也会翻翻其他内容 网上有一组非常牛叉的数据 山东省维芳市昌乐县烟布镇 生产了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吉他 辽宁湖入岛市 新城市生产了全球将近三分之一 全国近一半的泳衣 河南省商丘市于成县烧港镇 生产了全国超过85% 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钢拳池 湖南省邵东市 生产了全世界将近70%的打火机 当然了 只要你愿意寻找 在制造业蓬勃发展的中国 这份清单可以是很长很长 很可能你老家的某一个产业 在全世界中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当然了 你肯定会觉得 这些都是没啥基础含量的东西 没啥值得骄傲的 那事实是怎样的呢 咱们就拿打火机为例 平常咱们花一块钱买的打火机 其制造成本充其量也就是两毛钱 说的有啥技术含量 就是开玩笑 咱们普通人三下五除二的拆开后 其实也就那么几个零部件 壳体打火装置金属配件和液化石油器的打火油 每一个单列出来都是稀松平常的东西 但是要知道 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打火机 其所需要的所有部件 也不是一家工厂就能够生产制造出来的 这背后都有着一整套完整 并且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作为支撑的 如果没有各个厂家的通力配合 也就不可能会造就打火机两毛钱的制造成本 而实现这种低成本能力 也绝对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低技术 就能干过的 中国崛起的秘密 其实也就正隐藏在这其中 我们平常所说的人工和土地便宜 仅仅只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必要因素 但绝不是全部 要不然你怎么解释 人工土地同样便宜的印度 并没有成为世界工厂 在人工与土地成本较低的情况下 所演变出的庞大的系统才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这就好比是把中国经济比作一台电脑 中国着力发展的基础建设就好比是电脑的硬件设施 而供应链体系则好比是这台电脑的操作系统 不管是再高端的比如苹果手机的制造 或者是再低端的比如打火机的制造产业 都需要在这套体系中去运行 所以各个产业的发展就好比是电脑的各个应用程序 你这个产业再怎么优秀 还是需要在这台电脑的操作系统下才能运行 这硬件和操作系统能为中国崛起带来什么呢 坦然的说 中国的崛起绝对是离不开美国的无心帮助的 甚至可以说 美国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原动力 这要从1980年美国颁布的拜渡法案说起 这个法案简单的说 就是国家资助的科研项目 研发机构和企业对最终的研发成果享有专利权 拿着国家的钱搞研发 研发出来之后的东西还属于自己 这种好事自然就极大的激发了高效机构和企业的积极性 把研发成果进行商业化的转化的动力 自此之后大量的科技创新被市场化 但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 新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不久 竞争对手就会有类似的技术诞生 这使得大企业从追求以技术壁垒来获得竞争优势 转移到看实际技术更新的更快的速度比平上来 这使得美国1980年拜渡法案以后形成了技术大爆炸 强烈的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 请注意这个时间点 1980年中国1979年宣布改革开放 这两者的时间点是匹配的 美国的快速科技创新也遇到了问题 创新则意味着经常性的大规模的调整生产线 而自己调整生产线则会严重的拖累创新的速度 并且还会产生大量的成本 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 怎样解决呢 于是大规模的外包就形成了美国制造业的内在学校 那找谁进行外包呢 改革开放的中国就顺势的承接了制造业的任务 承接制造业 中国需要同时具有效率和弹性的这两个要求 效率这个很好理解吗 效率意味着专业化 但专业化的同时则意味着弹性的不足 那中国是怎样解决这对矛盾的呢 上游美国企业想要调整产品的生产 本来是自己研发产品的各个零部件然后组装 但是在中国有着强大供应链网络的情况下 把每个零部件再拆分细化出每个基础单元 进行专业化的生产 咱们还以打火机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打火机的点火装置的这个结构 这个小小的打火器就是由高压引线 气体喷嘴 外壳 压电陶瓷 磷铜片 金属帽 弹簧 这些细小的部件组成 这些部件如果是一个厂家全部生产出来 那它要跨领域的涉及到很多个生产步骤 显然这些零部件都只需要从相关的配套厂家 那里引进就可以了 假设美国公司想到一个创意 要把这个打火器做成一个圆柱型的 那在中国的组装厂只需要把要求发给十几个基础单元的厂家 比如压电陶瓷厂 还是专业生产自己的老本行压电陶瓷 只不过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形状和尺寸上的改动就可以了 组装厂把各家修改过的产品拿过来组装 就可以实现最终的创意想法 这就好比是搭勒高积木 每个厂家都只生产同一种最基础的基木块 而创意企业无论是实现哪种构想 也无非就是利用不同厂家的基木块组合而已 所以美国的制造业受制于本身的科技发展 不得不进行外包 而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刚好能够满足这种外包需求 制造业的转移只是国际分工的一次资源配置罢了 所以说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是美国制造业转移的结果 说什么中国抢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饭碗 明显只是浮于表面 川普一直希望让库克把苹果生产线全部挪回美国 你看库克愿意吗 直到川普下台也没有 一个苹果手机在中国就有数千家直接和间接的供应商 离开中国 库克还真的就造不出苹果 难道苹果要修改一个螺丝钉 也要先从中国订购再飞到美国吗 库克自然会算经济账的 至于说制造业外流到越南和东南亚的东盟国家 倒不如说是外溢 咱们来看一下2019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零部件 而零部件的贸易往往一般情况下 只会出现在单一的贸易体内 像这种东盟国家大量的购买中国零部件 则意味着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在向东盟国家进行扩展 而绝非很多人所说的转移 打火机是个很简单的产业 可是至今湖南烧东市仍然生产出全世界70%的打火机 为什么就没转移到东盟国家呢 不是因为这里有几个很牛叉的企业 而是因为打火机企业背后的整个庞大的供应链体系 这种强大的体系不是随随便便 工人工资低廉点 税收优惠点就能打败了 了解了中国强大的供应链网络后 我们能思考点什么呢 一个细分到毛细血管的细分市场产品 只要你的产品有足够的通用性 这就是你的机会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敢想象的 因为中国庞大种类繁复的制造业 所需要的零部件也数以千万计 你只要找到一种需求 满足它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本地有一个十几个人的 一个小型电子厂 一个工厂就做一个产品 拿个烙铁 在一个很小的电子元器件上点一下 就这一个步骤就养活了十几个人 他们虽然很小 但也是中国供应链网络中的一员 也在默默的助推着中国的发展 对于中国崛起的秘密 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呢 欢迎留言评论都看完了 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观众朋友的频道 下期再见